我自己覺得是無實物的表演是最尷尬的 具尷尬歐比 來 淋淋出到外面一下 你站這裡 就譬如說你還得要自己 無實物表演要打那種像氣功 好羞恥 好羞恥 不不不提要 你要進那個狀態 我在陪伴 然後你自己要算那個氣功多久打到你喔 好 然後你要自己反應 然後反應完之後 很痛很痛然後再回擊 這麼具體 然後就譬如說這種 就這樣 然後這樣 然後你就要算 對 然後再打回來 還沒有意思啊 聽著啦 特別羞恥 然後你每次 你們自己很投入在那邊這樣 打開 然後旁邊工作人員都是這樣 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 你就旁邊一瞄 然後那些譬如說燈光室都是這樣 真的假的 就太影響信念港了 你說我們小時候自己玩這種幼稚的遊戲是OK的 但你想你突然在幾十個人面前 然後你去做這種 哇 而且還真的要演得很認真對不對 因為還是要逼真啊 然後就不認真 包括像開胎勇士也會有那種 那個變身也很尷尬 然後就你還要喊那個口號 現在讓你來一遍還能嗎 你給我一千火力值我就變 你要是給我一千火力值 火力值有點高 我變十次給你都可以 我在這裡變到晚上 公演現場下去 我們這邊其實絕對不了 好尷尬喔 就是很害羞 對於小男孩來說剛剛好 對 但是其實真的當 最後剪出來看你就會覺得 喔 其實是 帥的 很酷 可是就是表演現場演的時候 你會覺得 喔 好尷尬 你要去做那個 然後 但是因為作為演員嘛 你還是會投入其中 對 你要進入一個 你覺得無人的境界 就像你說的小時候嘛 就是我們小時候拍的那些戲種 現在有時候看回去真的 自己看都覺得挺尷尬的 那個時候大家都是這個樣子 大家看的時候也都會很習慣接受 就是我相信 如果是沒有看過的新朋友 他們現在看回去那些以前的劇 就會覺得很尷尬 但是如果你是那個時候看過 你現在再重看 其實你還是有那個情感 有一種感覺 對 你會覺得非常熟悉 會說 就是這個位 對 就是這個位 就像我們也有小時候看的戲啊 現在你再去看 我們也會覺得 喔 還是好帥 就都會說那種跟女生說 我會保護你 我會保護你 從現在開始 我會保護你 好 我會保護你 好 好 我飾演的 就說了 好 很肉麻的台詞 好 對 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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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